歡迎收聽這集特別軟腳散步小吃 喜劇閒聊一直留電台現在時間是 2023年4月23號禮拜天的 晚上七點半 歡迎收聽這集的 Podcast 這一集 要跟大家量什麼東西呢 量什麼講什麼東西呢 這一集 就跟大家來講講 他媽的我最近看了一本好書 講現在已經沒有人在乎的主題 讀書你敢知道 現在到底還有誰在看書 誰 整天拿著一本厚厚的 八百字的小說 還分上下兩集一次把它看完 誰 我 好不好 就是我 Its me OK Tiger來講 Hagafa 就是我剛直接秀了一波四國語言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雖然說有一句好像跟讀書沒關係 對 你知道我後來我以為其實現在讀書的人不多 我事實上也真的不多啦現在是我在想除了 除了學生之外還有誰在認真 每天看書的我想應該沒有其實我也沒有啦我只是剛好無聊 那因為我上禮拜還是 遙遠的某一天好像 有跟大家說那個我在看最近看了一些書嘛 結果沒想到 有一位朋友你知道他就寄信 啊 飛哥傳輸給我 沒有啦 他就是寄Email給我 然後呢 他就說他最近 他很喜歡看書什麼的 然後 他最近看了一些書什麼的 欸 想怎麼講 沒有他好像推兩本書給我吧 他說其中一本 一本我忘了 我可能要看一下遺免 因為另外一本我不知道那個作者是 但是他推了兩本 其中一本書呢 他跟我推薦那個 杜 也夫斯基嗎 其實我不太會念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嗎有夠難念 反正就是什麼 杜 寫罪與罰的那位 杜陀也夫斯基 對沒錯杜陀也夫斯基 這位作者的那個地下室手記 他說這是他看他覺得 很天才的作品 然後呢 我那時候當下 看到他那個寄信給我 那個moment 我一看到他推這個作者給我的時候 我直接 用力的拍了一下我的桌子 直接大叫 你知道嗎我直接拍案叫絕 我說了一 我說了三個秒 妙妙妙 太妙了 沒有啊 我不是古代人 我真的想說太巧了 因為那時候 我跟你講我這大概這兩個禮拜吧 也正好在讀 這個杜陀也夫斯基 還是杜陀也夫斯基 還是柴克夫斯基 我一直 他們名字都一定要什麼夫斯基的真的是很煩 反正就是在看那個杜陀也夫斯基的那個 曠世劇作 是他最後一本作品 叫做什麼 卡拉馬祝夫啊 卡拉馬祝夫兄弟們 還是卡拉馬祝夫的兄弟們 我忘記了 那個是他最後完成了一部長篇作品 然後寫完之後沒多久他就掛了 這個作品其實 我以前一直都有聽到有人在講啦 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去看 但是 因為最近真的是 什麼契機啊 我想一下 好像是看到某一個國外教授推薦 一定要如果你想要了解 人的那個內心的那種矛盾的糾結 還有什麼犯罪心理學 還有那種宗教啊 還有一些社會上的一些衝突啊 主要是講內在衝突的東西 他說你一定要去看 主要是心理學那個教授是心理學教授 他說你一定要去看 這位 俄國作家 杜氏 我們就簡稱為他來杜氏好了 還是杜斯基的作品 杜駝也傅斯基的作品 所以我就剛好在看那個 卡拉馬祝夫兄弟 兄弟黨 兄弟們 我跟你講 我大概第一次看那種書的時候應該是 4月15號吧 我翻了第一頁 然後今天是 23號你知道 然後我已經 把那兩本 上下兩側加起來有1000 接近1100頁的書 全部看完了 由此可見你就知道我這個人 他媽到底有多閒 可以把這麼大本的 兩本的 可以當字典一樣的書看我自己都覺得蠻奇妙的這應該是我看書 應該是這五年來還是這 我上一次我看那麼快的作品不知道什麼時候 看兩本書加起來真的像一本池海一樣 然後我真的是一下就看完了 我跟你講真的是 太精彩 我知道我這樣講很奇怪 因為那本書畢竟是150年前的作品 但是我跟你講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跟你講 如果你內心很多那種黑暗面或者是 你不能說內心有很多就是你是一個內心矛盾 然後很多糾結 你對宗教啊 你對人的心理啊 甚至 人的慾望啊 什麼小的 很有興趣的話其實真的是 我這本書我覺得是非常必看的 那那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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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跟我說那個地下室手記其實我之前也有翻過來 但是 其實我後來去發現地下室手記 就是已經是 杜駝也富士基 他的那個作品的那種風格形成的那種事 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他寫的東西 就這樣簡單講好了他這個人 杜駝也富士基他這個人 他有病你知道嗎 他有病 然後不只是 我講的東西不只是他的神經有一點毛病 而是他的大腦真的有一點毛病 因為他有癲癲 他這個人有癲癲 所以說他可能 常常 常常寫作寫到一半就直接開始 然後就開始癲癲之類的 還是怎麼樣他老婆就會叫他咬著毛巾 一些這個 錯誤的醫學知識 現在好像發現癲癲是不能咬任何東西 你就讓他在那邊癲完就好 但是以前一直覺得癲癲發作 好像讓他咬毛巾 不是 反正那個杜駝也富士基 他有癲癲 然後他感覺 也有點人格分裂你知道嗎 所以他寫的東西 接近有點那種 有點病態的那種 他的寫作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小說 但是小說的話通常他的組成方式是用對話來組成的 就是這個人講一句話 那個人講另外一句話 然後這個人再講下一句話 然後那個人再講下一句話 就很多那種括號 他講了什麼 那個講什麼 通常小說在寫的時候也不會說這句話是誰講的 所以說你就在腦中一直運算說這句話是誰講的 那句話是誰講的 什麼小的 然後國外的小說很多都是用對話來組成的 所以我其實以前 也不是很喜歡看小說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哪句話是誰講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像是金庸的那種小說 我大概就知道那句話是誰講的 可能是 文字上的使用的差 因為金庸的小說 女生的講話就很明顯 就是 那是說什麼 過來幫姑姑垂背 然後 楊過就會說是姑姑 今天垂背的時候要全身把衣服脫掉嗎 然後姑姑就跟楊過說當然我們可是在練功呢 然後兩個人就在古墓裡面 你知道嗎 藍成相見然後互相的你知道 做一些要 練一些有的沒的功夫什麼的 然後出去之後人家在這邊 他們兩個全裸練功了 真的是雙修什麼小的 所以說 其實我也很久沒看 神雕俠俠 我不知道我這個舉例到底正不正確 但是 好像 我覺得那是語言隔閡的關係 因為我看那種 中文的作品 好像你比較能帶入那個角色的語氣 但是不知道是因為外文的作品 尤其是有些外文 像我之前看那個誰 我很久已經看過那個 托爾時泰那個戰爭與和平 幹 我真的是看不懂 第一個裡面 每個俄國人名字都藏了跟什麼小一樣 每個人名字都有 他們名字不像台灣人 應該說不也不像日本人 日本人就四五個字嘛 台灣人就兩三個字嘛 華人就兩三個字嘛 他了不起跟你父姓嘛 是不是 司馬中元 歐陽鋒 歐陽鋒三個字啊 還有誰啊 黃蓉兩個字啊 郭靖兩個字 名字都很好記 但是他媽的俄國人 隨便一個人名字都藏了 好像是在賣那個輝瑞藥廠裡面的藥品一樣 像光是這個杜陀也付之記他的名字 他是單名嘛 就是叫這個名字 但是他寫那個馬拉卡祝福的兄弟們 裡面每個人的名字 看 加起來都有超過十個字吧 真的是誰記得他們到底是誰是誰啊 所以說你只要看這種俄國的文學作品真的是要一口氣全部看不然的話你如果過一陣子在看的話 我就隨便念一個 馬拉卡祝福裡面有個爸爸他叫做費勞多爾 巴弗洛維奇 馬拉卡祝福 然後裡面的 馬拉卡祝福有兄弟長嘛 他們總共有四個兄弟三個是 你知道 比較正派的 其中一個是師生子 正派的大哥 也不能說正派 就是裡面的大哥叫做 米德特奇 費勞多羅維奇 馬拉卡祝福 伊萬 然後這是第2個 伊萬費勞多羅維奇 馬拉卡祝福 三三 三哥 或者說小弟 阿列克賽 費勞多 羅維奇 馬拉卡祝福 我覺得我現在念一念好像已經重複了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四生子帕維爾 瑤多羅維奇 但是因為他是四生子 所以他的名字比較不一樣 叫什麼 斯麥爾科 斯麥爾加科夫 然後裡面的女主角的名字叫做 阿格拉 菲娜 亞利 山德 羅 弗納 斯維 特 洛瓦 他們的名字都可以拿去比 拿去做那個拼字比賽了你知道嗎 都可以拿去做那個 顏控格的練習 可以去報紙上面 玩一些異字遊戲 真的是 名字我不知道他在藏什麼東西 所以說俄羅斯的文學作品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點就是那個名字 是太長 但是呢 說回去那個地下室手記嘛 地下室手記 真的很像在看一個神經病 我那時候看我都很忘記 但我記得我翻譯翻 我就看不下去 可能我 耐心還不夠 還是說我其實比較喜歡看有故事情節的東西 但是呢 地下室手記我看一看我就 放放著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本 看完了俄羅斯的這種大頭作品 而且應該是我很早期 應該是我前幾名看過的那個文學作品應該是罪與法吧 我以前應該有講過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看 這種作品的話 我覺得罪與法是蠻好入門的 我借我大概兩三天就把罪與法看完 他也蠻厚的 但他那個 他的人名好像比較短一點 不會有像剛剛那個他媽的那個 什麼 遼多爾 費 遼多爾巴 卡拉 佛洛 維琪 馬拉 卡 祝福 卡拉馬 好像念錯 卡拉馬祝福 這到底幾個字啊 真的是神經病 這些人到底是 難怪人家說俄羅斯人講話很快 他們名字那麼長講話不快得了 不然當兵點名可能就已經要到那個 光點個名可能太陽就下山了都不用出操了 所以 你知道這個作品啊 不知道怎麼講 事實上呢我昨天半夜的時候 應該不是說半夜我就想說睡前 我都是睡前在看書的 我就睡前的時候想說好吧 這本那個 馬拉 卡拉馬祝福 我正念馬拉卡祝福 卡拉馬祝福已經快看完了 但他大概剩兩百頁 我想說好吧我就隨便看一看 但是我跟你講因為剛好我去看到最後了 結果最後那兩百頁讓我欲罷不能 然後我昨天直接半夜看到三點 你知道害我的這個作息時鐘 稍稍有點打亂 那我今天起床大概十點多了吧 你知道嗎 還有沒有好好的遵守這個早睡早起這個 概念都是這個卡拉馬祝福 該死了 杜陀也富斯基這個老傢伙 這個陽顛峰患者 那麼這麼會寫東西 還有看的欲罷不能 真的是蠻屌的 150年前的作品可以讓我看到半夜 直接想想還是蠻特別 簡單講一下他的劇情好了 他的劇情其實很簡單 他其實這個故事劇情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講的話 他這個故事這個小說的劇情大概幾個字 或者是幾行字就可以寫完了 反正就是 老爸被殺掉了 然後其中有一個 他們四個 卡拉馬祝福的兄弟們 其中有一個是兇手 不知道是誰殺的 裡面每個人都有可能殺他老爸 殺他們的老爸 因為他們老爸超他媽的雞巴 真的是一個超級雞巴爛人 你知道嗎 生了小孩 小孩就丟在院子裡 丟在院子裡也沒有屌他 然後自己老爸出在那邊賭博啊 玩女人啊 不知道創他小啊 然後那個小孩都是那些他們以前的那種庸人養大 畢竟他們是古代俄羅斯嘛 或者是說共產主義之前俄羅斯 所以每個家都有庸人什麼效的 然後這個那個小孩每個都被養大 然後重點是第一個小孩跟第二個小孩 媽媽也不是同一個人 他那個老爸 你知道嗎 搞了好幾個女人 第一個小孩 第一個 第一個兄弟大哥的媽媽是另外一個 然後 二哥跟三弟的 媽媽是同一個 那也都死了 然後那個老爸也沒養 最後那個私生子 私生子的媽媽是一個 路邊的神經病吧 然後他老爸 有天喝醉酒強姦的那個 不知道是強姦還是怎麼樣吧 有點像女神經病 路邊的女遊民強姦你知道嗎 然後就生小孩了 生出來之後 他也沒有屌那個小孩怎麼樣 又丟給那個庸人養 然後庸人養一養之後 好像把那個私生子 培養的 很會煮飯吧 所以說那個老爸想說好吧既然那麼會煮飯 然後又可能又是我兒子 你就留在我身邊當庸人好了 幹 你他媽的 你知道嗎 你去路上搞一個神經病 然後你把我生下來 重點是你不認我當兒子 你把我當庸人 你把我當庸人 他取一個那種很爛的名字給他 他的那個私生子的名字是 路邊撿還是垃圾堆長出來的 反正這很難聽的名字 反正整個故事的建立線就是他老爸 超這麽急吧 是最爛最爛的人 跟小丑一樣 但是又摳門 然後 整個反正是仇恨值很高的一個人 重點是有一天老爸掛了 不知道是四個人裡面誰殺的 然後到最後在故事線就是最後結局就是顯示說 到底誰殺這個老爸 但是重點是這個四個 兄弟黨 他們每個都有點嫌疑的感覺 所以說那個故事那個糾結那個衝突 就在那個其中你知道就這樣慢慢展開來 我覺得 故事情節本身倒還好 但我覺得這個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們 他裡面每個人的那個個性跟價值觀都不太一樣 像是他裡面有一個人 他裡面最好的就是一個 好像是那個吧 其中有一個是那個修士 去當那個出家人 所以他是很相信上帝什麽小的 就是 因為他老爸太混亂了 所以說那個小孩 一長大沒多久 就決定 你知道嗎 我老爸的價值觀完全是混亂的 所以我決定去出家當和尚 結果就進修道院當和尚 這是其中一個兄弟的那個選人路 然後另外一個兄弟好像是成為一個 無神論者吧 成為當時他們正準備要共產革命嘛 你看那個什麽 馬克斯列寧主義正要起來 或者說正要開始慢慢萌芽 等於那個 50年到100年之間 就是188幾年代那個時候 所以說其中有一個 哥 是惡哥吧 好像是最聰明的 或者說他腦袋是感覺最靈活 他就是選擇 我已經想通了 我不要跟我老爸一樣 當個廢人 然後政府需要有自己的信仰 然後他的信仰就是 無神論的 社會主義者 這樣子 然後大哥呢 大哥是 沒那麽聰明 然後比較恐怖有力行的 所以他就去當軍人 但是他大哥跟他老爸一樣 都是有點好色 你知道嗎 什麽 超愛女色 然後看到一些梅亞就 這個梅亞 Smoking hot 你知道嗎 他大哥最喜歡說 你看那個女人的曲線 我去愛那個曲線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麽東西 但是他就說我就是愛那女人的曲線 那個小說就這樣寫 他們不會寫說他的 是什麽曲線 什麽34 1 24 38 也不是 他也不會寫數字出來 他也不會說像林志玲一樣那樣的曲線 他也不會寫這些東西 他也不會說像瑪莉顏夢露那種 歐美人的曲線 可能是因為時代不同吧 時代也沒有來 所以他就直接寫說 我就愛那個女人的曲線 什麽小的 所以他大哥是一個比較放蕩 但是因為是軍人吧 本性是好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有點 比較 衝突最多的就是他大哥 他老爸呢 老爸就是個 媽有錢的那種吝嗇的那種無賴嘛 結果他最後老爸 更無賴的是他就跟他那個大哥 愛上同一個女人 他那個女人也有點放蕩什麽 有點像是那種 給人家包養的小老婆 人家說他是當婦 然後他大哥跟他老爸同時愛上這個當婦 所以那個當婦就覺得 你知道嗎 可以玩可以來一個你知道 父子洞喔好像很開心喔 所以他就兩邊都同時玩弄什麽小的 就很就很像八連檔的劇情 然後故事就是這樣子 去展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每個人那種 內在那種 衝突 我怎麽講啊 怎麽形容 你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嗎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價值觀 不管你怎麽想 你無神論也是一種價值觀嗎 你相信神也是一種價值觀 然後 你喜歡仲慾啊 或者是你想要 追求金錢啊 或是追求什麽東西都是你自己的價值觀 所以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價值觀 但是一般來講呢 作者自己應該有自己的價值觀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麽 這個 在這個 這本小說裡面他可以 他可以寫那種很長的那種 內心的那種 意識的 意識的那種對白 就是他大概 我那時候看了那一段我覺得他媽超扯 叫什麽宗教大法官吧 他就是其中二哥在講他為什麽成為無神論主義者 他好像是說什麽以前那種宗教法庭 會無故的把人燒死啊 甚至有小孩 然後在路上跑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農農的小孩 所以主人 就直接放狗把他咬死什麽事 做一些那種論證什麽的 大概就 橫跨好幾個頁面 全都是一個人內心的獨白 我想說這到底是小說還是什麽小 你知道嗎 他的寫法 超級多那種 真的是 無意識的那種 我不知道那個作者到底是不是 寫了一半的時候 突然癲癇發作還是怎麽樣 有人說他是寫作的時候 因為 癲癇本身的一種疾病就是 他會一直寫東西 一直寫東西 然後把自己腦袋裡面想說 你去快速寫下來 一直流竄下來 一種 無意識的 意識流寫作方式 你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這些東西 真的不是腦袋正常人寫的 因為他 有點像作者一下子 一下子在扮演無神論的那種 那種價值觀的人 然後一口氣寫了六頁滿滿的都是文字 沒有分段沒有分行 然後就是 這樣一面的東西 但是翻到下一頁 他那個作者又會突然跳到那個 一個那個 修道士的那種 對基督信仰很神聖 然後覺得世界就是至善 你知道 多麽美好的世界 人要從善什麽 然後又橫跨 這樣寫個四五頁 全部都是塞滿的 價值觀是完全對立的 但是他可以馬上的壓縮在 同一個 就是翻個沒幾頁就會寫出來 你就會想說這真的是同一個人寫的東西嗎 然後重點是他裡面好幾個那種價值觀對立的 角色 重複出現呢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觀 他們每個人都一直在衝突 價值觀一直在衝突 甚至到最後連那個惡哥 惡哥因為他好像 他算是價值觀衝突 因為他相信 他其實感覺 其實裡面的人 幾乎感覺 除了老爸之外 幾乎每個人都是 有點像是 想要相信世界上有好的東西存在 但是他們看到東西太爛了 所以沒辦法 那這可能跟這個作者有關係 因為作者本身也是一個 好像俄羅斯那個時期 很多那種東正教還是怎樣 反正他們很多都是性教 所以他們都覺得 基督才是 就是 很虔誠吧 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流入他的作品裡面 但是他又有一點掙扎什麼 我記得有一段比較有趣的是他寫的那種 那個惡哥已經 他的惡哥好像因為他老爸死了 但是他又不知道他到底 有沒有參與在其中 你知道 他就是想說我到底是不是殺了我老爸 但是我又沒殺 但是我有可能殺 他其實已經有點精神分裂 裡面的人 尤其是他的惡哥 他的良心受到巨大的譴責的同時 他有一天回家睡覺的時候 突然就出現了惡魔 還是說什麼魔鬼 有一段就是他在跟魔鬼對話 你知道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看這個 你這段對話讓我覺得 蠻震撼的 你知道就以前好像都會看到一些魔鬼的形象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有或是類似那種什麼撒旦的形象的 那種具象化的電影的話應該是那個吧 康斯坦丁 驅魔神探嗎 不是有一個那個 那個誰啊 驅魔神探是那個嗎 激怒李維演的 那個時候還白白帥帥 然後激怒李維 好像最後 他是驅魔神探嗎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那時候跟魔鬼做了什麼交易 他才可以成為驅魔神探 他其實有點像是以前那種魔鬼交易的那種雛形 去寫成的那種 前提之下寫成的電影 但是驅魔神探如果你有看的話 有一幕就是康斯坦丁 就是主角快掛掉的時候突然惡魔出現 然後一臉 哎呦 那媽的你要掛了是不是 我來收你了 然後那個惡魔看起來就其貌不養 就有點像功夫裡面那種火雲鞋繩 當然沒有 穿藍白托啦 畢竟他在美國嘛 可能買不到藍白托 但是他就是一個很其貌不養的老頭 然後吹著口哨出現 在康斯坦丁面前 然後跟他說哎呦我要來收你了 穿的很普通 然後有點禿頭 看起來就不像撒旦的人 看起來像你在路邊Sever遇到拉伯 那種感覺 看起來像光頭的那個 美國總統Joe Biden 甚至再更 苍老一點然後更普通一點那種感覺 沒有穿西裝 還是說有我也不記得 反正就是很普通的樣子 他是撒旦 他說嘿呦我是撒旦 你怎麼曉得 然後我來收你了 然後我一直以為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那個 康斯坦丁清武實戰那個撒旦的時候 我其實蠻震撼的 因為我 我想說哇 太有創意了吧 居然把撒旦描繪成一個超級普通 然後很親民的人的樣子 出現在 眾人的面前 然後出現在大螢幕上面 然後那時候看著覺得 好酷喔 怎麼會有這麼 反差的這種 你知道編劇方法 我記得那時候第一次看康斯坦丁 應該是我 國高中的時候 應該是國中的時候 但我那時候看著覺得 哎呦那一幕我一直記得 我其實也不太記得 康斯坦丁演什麼 我還記得有一幕那個 激怒里維剛要去驅魔的時候 裡面那個小女孩發瘋的樣子 然後另外一幕就是 撒旦來了 要把那個 激怒里維給收走那個樣子 因為他那個最後那個對手戲還蠻長的 但是結果呢 我們在這個 卡拉馬祝福的兄弟檔 最後ending 接近快到結尾的時候 惡哥看到了 撒旦或者說惡魔 應該是惡魔 或是魔鬼 什麼小的 出現在面前 然後他裡面描寫的魔鬼 也是一個 相貌機器普通 甚至帶有一點和善的感覺 有點親民的感覺 穿著一身 乾淨整齊 但是略顯 破舊的衣服 戴著一個那種 單邊的小眼鏡 然後梳個漂亮的整齊的頭髮 穿著有點舊的西裝衣服 坐在那個 惡哥的 也稍微有點破舊的那個 沙發椅上面 靜靜的等待著他 也不講話 就這樣子 溫馴的看著他 媽的 他講得好像 搞得好像是 在形容美國那個總統羅斯福那種感覺一樣 就是長得超級 超級 像一個大好人的樣子 結果那個人說我是魔鬼 我來跟你哈拉 我來激發你內心的那個黑暗面什麼的 然後再想想 原來康斯坦丁是超這個 卡拉馬祝夫兄弟黨是不是 原來那個康斯坦丁不是原創 跟惡魔對話好像是西方文明很常出現的一種 表現方式 好像最早是在那個什麼 符斯德嗎 還是什麼 那我沒看 哥德爾寫符斯德 就跟魔鬼交易吧 好像美國 不是美國應該是歐美好像都很喜歡跟 惡魔交易的這種 主題的東西 那仔細想想其實 日本也有啊 死亡筆記本是不是 但是 然後我這次在看這個 反正他那個對話內容也蠻精彩 就是反正就是他的那個善惡之間的那個 那個惡哥良心在譴責他 惡魔一直跟他說你就是這樣的人 你就是惡魔 你就是 道德敗壞 你就是個無神論者 那要怎樣呢 世界上就是人吃人嘛 就是他裡面的描寫也很精湛 但是看了這些書之後 我真的覺得幹什麼 那西方文明真的跟我們的文明是 完全不太一樣 我之前好像有講過 那時候看那個什麼 日本的那個 之前不是研究日本文化那個什麼 橘與刀嘛是不是 橘與刀就是日本人的民族的那種雙重性格 什麼小的 那邊好像我也沒有看一本書 但是呢 以前那時候在看的時候他們就有在形容說 你知道東方文明是恥感文明 你知道嗎 羞恥的恥那個恥感文明 然後西方文明 是什麼罪 罪感的文明 就是我有罪你知道嗎 他沒有原罪嘛 然後什麼亞當夏娃偷藏禁國 從此之後所有人降臨在世界上就有原罪了 什麼小的 然後呢 我以前一直覺得 那什麼東西 因為我從來 因為 講知道嗎 台灣人或是東方人 你問一個隨便中國 日本 韓國 甚至東南亞人 台灣人 是東方的文明好像不會有 覺得自己有罪的這種感覺 你知道我們那個文明的基礎好像比較像是 就像他講的嘛是什麼恥感文明是建立在社會規範下來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就是社會階層吧什麼 什麼均均層層 富富子子 這樣講嗎 儒家文化建構的文明社會 就是那個社會階層是比較 就是我會比較我們會比較在意周遭 臨近的朋友家人的 看法 不會覺得說 他們的看法會比較重要不是覺得說 你知道嗎 我是一個個人的存在我要贖罪什麼的 但是西方文明尤其是這次看的是那種 然後這種 這個作者這個作者寫的這些所有全部都是 基督教 裡面的思想非常的 升職他們每個角色的心 他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罪 然後他們的良心 他們的良心的 就是 我們會講良心發現嗎 這是我們的良心發現 好像就是我們自己的良心吧 還是說什麼 我們覺得啊 這樣不好啦 唉唷這個不符合社會規範 唉唷這個 不優啦 人家怎麼想 唉唷不好啦 但他們的良心好像是 他媽的他們會下地獄你知道 他們的靈魂會永遠在地獄裡面 受到撒旦的靈池 他們相信什麼靈魂不死吧 還是什麼小的 然後 覺得蠻有趣的 這是完全不同的文明 對 所以呢 如果你無聊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是很厚的一本書 我也不用看了 現在人哪有時間看了那麼多東西 你知道我最近發現一件事 我以前 只要人家跟我說什麼東西好看 我通常都會馬上的屁癲屁癲的就跑去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好看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以前可以看的東西很少嘛 然後以前 你會覺得哎唷 有趣的東西那麼少 時間那麼多 人家推薦你好看的東西 基本上你花點時間一定看得完嘛 是不是 但是現在呢現在這個時代呢 人家推薦你看的東西 隨便一個影集 你媽的 你到底什麼時候看得完呢 所以我最近有一個 習慣就是我把我那個 在網絡上看到人家推薦的東西或者是 朋友說好看的東西或者是 他們說你一定要看的東西我就全部放到一個 我那個待看清單裡面 這個待看清單裡面 就把我最近想要看的東西但是我沒時間看 或者說我 也不是沒時間 我不想看的 目前還不想看的東西全部丟進去 然後我發現裡面現在已經有 五部小說 兩部電影 兩個影集 一個紀錄片 好幾個動畫卡通 光把這些東西看完大概就要花半年了吧 剛媽的 現在真的是時間很 真的是時間很少的一個時代 這不是我要講 你知道嗎 我可以把這個小說一口氣看完我也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同時間有那麼多誘惑 網路上那麼多東西可以看 真的要靜下心來看書真的不容易 代表這個作者真的很厲害 在這個150年前 描寫人性的這個功力已經 如火純青到 已經相隔了150年我還可以 怎麼欲罷不能把這本書看完 真的是天才難怪人家說他是天才 不知道 你知道我最近 有個體悟你知道嗎 也不能說體悟啦 也不能說體悟啦 就是我最近找工作嘛 是不是 不瞞各位你知道 上禮拜原本 我想說 找工作也不知道找怎麼樣了 然後最近又蠻缺錢的 不如我就先去註冊個啦啦move好了 不如我就先去想辦法找個賺外快的方式好了 我以前加入過那個 你知道嗎 吳博易嘛 是不是 我曾經在多年前 跑過了一兩個月的 Uber E的 那時候也是一個月可以賺個一兩萬 加減 是不是 所以我想說哎呦最近 你知道 手頭開始有點緊了喔 手頭開始覺得有點 拳頭握起來就是打不開了喔 有點可怕喔 要不要準備 想個備案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 好吧那我來註冊一下啦啦move好了 因為好像 沒做過你知道 不想 不想送熊貓 乾 媽的 熊貓 充滿中國思想的一個 懷疑壽命 大家可能不是中國來的 熊貓是哪裡來的 該不會是台灣自己的吧 好像是台灣自己的 隨便啦 反正我不喜歡粉紅色 看到粉紅色就覺得 乾 萬一還要穿制服 讓我覺得很不少 熊貓其實好像聽說是最好賺的 對 Uber E之前有送過覺得有點無聊 不如加入個啦啦move好了 你知道現在是性別平權的時代嗎 所以我也可以變成一個啦啦 move 可以一起來啦啦 但我還沒有 我好像註冊到一半吧 然後想說好啦算了先放著好了 那有些資料我覺得蠻麻煩的 要拍照什麼的 要拍什麼駕照行照還什麼的 然後就放著 然後隔天突然有一個陌生電話打給我就接起來 然後是我之前丟了某個履歷吧 他跟我說 下個月可不可以開始上班 所以呢 很想我可能下個月就要開始工作了 不過呢我還不確定你知道 因為我還在跟他們人資確認 到底 這個工作到底內容怎麼樣 對 不過呢 看來我他媽的 想要找工作還是找得到 是不是 真的是讓我找到工作了 真的是蠻蠻奇妙的 我以前一直以為我他媽的找不到工作了 我以為30歲 過後我他媽的就完了 結果我他媽的花一個月 好像也不到一個月吧 我丟第一封履歷出去的時間不到一個月 還是找得到工作嘛 是不是 所以說看來現在越來越缺工的確是真的啦 其實真的是 還是有工作做就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對啊 我還沒有決定我要不要做 還是我要繼續丟履歷 唉 再思考一下好了 因為這工作還蠻遠的 離我現在有點遠 我只想說丟丟看而已 對啊 不過呢 你知道最近跟很多 真的是傳統媒體的 因為很多 因為我畢竟我是 做企劃的嘛 所以我想說把一些傳統媒體丟丟看 結果剛好也去一些電視台 或一些什麼平面媒體面試 那感覺出來 他們的那種 對新媒體的這種 就是既不喜歡但是又覺得啊 這個是大勢所趨 畢竟大家都在看這個東西的感覺 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傳統媒體他們也要想辦法擁抱新媒體 應該不是說擁抱了應該是被迫接受新媒體 但是其實新媒體自己的問題好像也是這麼多內容 你知道嗎真的是太多內容可以看了到底是 誰要 這講實在話我們的時間就這麼多嘛 是不是你各位有多少時間 我自己 我們都常常都說自己很閒很閒但是 再怎麼樣閒 媽的你隨便YouTube隨便 按個F5 然後轉一圈 跳出來的內容影片全部都不一樣的 你真的要看真的是影片是看不完的 真的是瘋了這個死 超多內容了這個死的而且每個內容其實 你知道品質都是做了 都有一點水準然後跟幾年前又不太一樣 所以說其實 我看新媒體自己內部的 就是傳統媒體要想辦法接受新媒體 但是我看新媒體自己 感覺好像也是開始 有點害怕什麼小的 就是覺得 流量只要一下降他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 因為我後來發現傳統媒體真的很慘 雖然說他們 很慘 前幾年很慘 可是他們畢竟都熬過來了 他們只要沒有倒 撐到現在就代表 你知道他們畢竟是有錢的 你看傳統媒體真的很有錢 看他們去那間辦公大樓 有些在內科 我走進去想說這個辦公室到底要花多少錢 才能租啊 是不是租了那麼大一間辦公室 以前我們可是在 超爛的那種住宅區裡面上班 或是一些破敗的那個我之前在那個 哪裡啊 大稻埕是不是 也不能說那個辦公室不好 但是大稻埕就比較小嘛 幹那個電視台在內科整整 一個轉角一整棟都是他的 我想說幹那麼有錢 裡面那麼多人 怎麼現在才想要做 新媒體的東西 真奇妙 現在人真的是 觀眾時間真的是 觀眾時間都是這麼少 然後你看要看的東西那麼多 真的是 但是 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耶 有時候我就覺得現在看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想說不如我去看一下小說好了 因為小說至少他可以傳到現在至少是他有一點那個吧 至少他有一點 水準在吧 不然他怎麼傳到現在是不是 後來看一看發現有些小說蠻無聊的 但是有小說真的寫的還不錯 所以鼓勵大家多讀書啦好不好 雖然說你大概也沒空看書 但也無所謂啦 對啊 現在到底 這是時間要花哪裏去啊 這是我自己在想的 我真的覺得媒體 到底要怎麼生存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呢 所以不用想那麼多啦 人家給我工作就可以去做了 唉 對啊 其實我跟你講我很想要去哪裡上班 我蠻想去公司上班 我是不是有講過啊 我有丟公司的職學可是他沒屌我 媽啊公司離我家超近的 如果可以去公司上班的話我應該超爽的 唉 算了 不過呢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這禮拜 跟大家講這東西沒有去啊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看杜貝爾夫斯基的 作品的話 或許就像那位朋友講的 你可以去看地下室手機 因為地下手機很薄 但是他的這個寫作方法很 真的有點像是地下 他好像就是一個地下 他就是自稱自己是一個地下室員 我忘記他是公務員嗎 還是什麼 什麼職業 然後他就在地下室裡面一直 就有點像他看他的筆 看他的日記一樣 就是他那個 他是有點像日記體的那種寫作方式 然後重點是我後來去 看人家說 這個杜貝爾夫斯基 他後面四部作品 你知道 因為這個作者屌就屌在他以前也是一個 這個無政府的那種無神論者 你知道 那個時代他們那個年輕人 都有那個 受到那個革命的一些文學啟發吧 所以說很多人都成為無神論論者 因為畢竟以前 俄羅斯也是那種 就是 跟整個歐洲的那種宗教文明都是一樣 就是 這是什麼 撒謊啊 就是皇帝啊 然後教宗啊 政教有點合一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他們那些人信教的那個比例是很高的 還有一些貴族啊 又農奴啊 什麼的 搞得好像是跟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是一樣的 然後那個作者 他年輕人嘛 然後剛好受到那個啟發 就成為無政府主義者 然後上網抨擊 還是在哪裡寫 寫東西罵政府啊 結果就被 被人家抓到 然後被抓到之後 就被丟到那個 大牢裡面 關起來 然後關起來沒多久呢 關起來沒多久 那 他就 被人家抓出去 然後要到外面去 坐在那邊 然後等著他被槍斃 然後聽說他在被槍斃的前幾分鐘 撒謊 下詔書下來說 我特色這些政治犯 然後從此之後那個作者 痛改前非 直接成為一個 信仰上帝的那個 那個信徒吧 什麼小的 剛剛講一講那個劇情內容不知道是什麼 跟那個 悲情城市那個 那個那個 裡面那個 其實台灣以前好像也 台灣好像 好像有很多政 台灣政治犯行都直接被槍斃 好像沒有被特色 所以我們可能少了很多 杜托耶夫斯基吧 然後反正那個作者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那個 價值觀180度大轉變 但是真的你說他真的180度大轉變 他其實還是很多那個 以前的思維還 還殘留在他的那個 價值觀裡面 所以他就是很多衝突 他又是一個無神論論者 但是他又信仰上帝 所以他就是很多內在衝突 所以他寫作方法才那麼瘋癲 然後他聽說他最屌的四本傑作 一本叫做罪與法 一本叫做白痴 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本書 我也沒看過這本書 那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覺得 這本書可以拿來送人 這本書很適合你耶 你看 白痴 然後這也是反正也是他的 他的作品 然後一本書叫什麼 群魔嗎 還是附魔 附魔者吧 還是什麼 然後最後一本就是這個 卡拉瑪祝福的兄弟們 聽說卡拉瑪祝福的兄弟們是 他最後 畢竟他的遺作 甚至還沒有完成 他只完成上半部而已 我們看到現在是上半部 但是完成度已經很高了 你知道 人家說這是他的節作 但是如果你 想看的話 想要入門的話可以去看罪與法 我覺得罪與法也蠻屌的 就是講一個年輕人缺錢 我是不是講過他的劇情啊 年輕人缺錢 然後拿斧頭 把一個放高利貸的阿婆 他的頭給尻爆了 然後順便把那個阿婆旁邊的人的頭給尻爆了 然後從此之後 這部小說的 主要的故事前就開始了 這個作者 拿斧頭尻爆人的作者 開始一連串內心的罪與法 他的罪與法都是 內在的罪與法 而不是外在的罪與法 他不是什麼 他遭受刑罰 他被人家抓到 他都沒被人家抓到 他內心一直 良心的譴責 彷彿他已經快要瘋掉了 然後夜不能免 你知道眼睛閉上就想到那個 被他砍死的人的樣子 然後人家問他一個問題 他就跳起來 然後沒事還會昏倒 看到警察還會昏倒 一連串的罪與法 那本書整本書都在講 這個殺人的那個年輕人內心的這個糾結的地方 甚至真正的那個 刑罰 到他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反而覺得他自己 得到了解脫什麼的 看真的是很 很基督教的那種風格的東西 感覺日本好像就不會寫 日本人好像就不會寫這種東西 日本人好像比較追求是榮譽感 還是就是那個嘛 齒感文化吧 所以這真的是很 很像是基督教 他們那種原罪文化 或者是什麼 內心的糾結 良心的譴責 的那種風格的東西 推薦大家去看 那其他有什麼事物的話 我也不知道 再說吧 不過我在想現在講完大家可能都什麼 屁都不會去看 畢竟你們他媽的 大家都是現代人 誰他媽有空去看書嗎 是不是 就是 好啦那這一集 大家就到這邊 我媽的 拉一拉再講了一坨 我們就下禮拜見吧 謝謝各位拜拜 拜拜